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针言》第七章 六至二十七节 我曾在家里的窗前 透过窗帘向外望去 看见一些无知青年 其中一个甚是愚梦 她穿过淫妇家附近的街 圆着通往她家的路行当 无色朦胧 夜莫张智 天色渐深 哪个女人靠近她 依着有人 内心狡诈 她向来放荡不羁 从来都不安分待在家里 她常在街道和市集上 到处勾搭人 她伸手抱住她 跟她亲嘴 口颜无耻地说 我刚刚献了平安祭 还了我许的缘 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出来找你 你就再者类 我床上铺了漂亮的坦子 还有色彩斑斓的埃及细麻床单 我用抹药 沉香和桂皮 分香了我的床 来吧 让我们抱上爱情 直到天亮 让我们尽情宽爱罢 我的丈夫不在家 她出远门了 她带去了满代银前 不到月中不会回家 她用花言考语勾引她 用陷微的话引有她 她就立即跟随了她 将公牛走向徒宰场 又将红绿跌入陷阱 等着被箭射穿心脏 她原了而非进罗网 不知道马上就要丧命 我的儿子们 你们要听从我 要留心我的话 不可让你的心 偏向哪个女人 不可步入她的迷途 她已经毁掉了许多人 许多男人都成了 她的牺牲品 她的家通往坟墓 她的藏事死亡资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致命的陷阱》 这个故事就好像电影的桥段 仔细地描述那个无知的青年 如何一步一步待入致命的陷阱 有画她的女人 首先是以有人的衣着 吸引她的注意力 接着在让人降低警觉性的半夜 出来拉她 接着她以美酒街窑 华丽的居所 豪华的享受来引诱她 最后更加向她保证 没有人会看到 这么多的有利因素 难怪那个青年 立刻跟随了她 圣经智者的提醒 对今天的男男女女 都作出了警告 因为《世汉经文》中 淫妇所用的伎俩 就会发觉 这正是我们每天也要面对的诱惑 坊间的杂志 传媒 互联网 或者身边朋友的话题 都离不开衣着打扮 饮食享受 性爱话题 豪宅华夏 名牌潮流 仿佛这些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标 是一切价值的所在 但是 《圣经》对那个青年的描述 也都成为我们的警告 将公牛走向屠宰墙 又将红绿跌入陷阱 不知到马上就要丧命 我们如果只知享乐 只顾盲目跟随潮流风气 岂不是也都好像那个青年一样 待入不能够自拔的陷阱 身任险境而不自知 我们是否实分在乎 个人的享受 和外在的一切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